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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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那OK 那今天呢算是 我們在倫敦正式開始旅行的第一天啊 嗯 昨天呢 雖然中午左右到達英國 然後比較混亂的去找到我們的民宿啊 放行李啊什麼的 真正能遊玩的時間比較少 今天正式開始第一天 第一 也是唯一的一天 沒有啦還有明天啦 明天還有半天 明天半天 那 明天不到半天 我們現在呢 就來到了西敏寺 那這個地方呢也是算是 整個倫敦算最重心中的重心了吧 像大笨宗也在旁邊就是 西敏寺的旁邊就是西敏宮 那就在我們野前給大家看一下 看到嗎 這邊就是大笨宗 然後橘黃色的這個 橘黃色的這一棟呢 它就是西敏宮 OK 那我們旁邊白色的這邊呢 它就是西敏寺 那我們現在先去西敏寺 走 這裡就是西敏寺啊 OK 那西敏寺呢這裡呢 從英國一直以來 它就是作為每一任國王或是女王 它的登基的地方 或者是 登基加冕的地方 或者是 它生命結束的時候 就是安葬的 國葬的地方 舉行葬禮的地方 所以這算是 在英國皇室裡面最重要的一個大教堂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到人非常非常的多 因為呢 在我們來英國的前一陣子 就是在九月中的時候 九月初 九月初的時候 英國女王伊莉莎白就離世了 OK 她走了 所以那個時候呢 她也是在這邊進行了國葬 那現在有很多人就是會 慕名而來去 去觀禮一下 就是去紀念一下這樣子 那當然現在英國女王呢 已經被 安葬到 那是哪裡 溫莎堡 溫莎堡了 對對對 她被現在 棺木是葬在溫莎堡 因為溫莎堡也是 女王最喜歡的一個城堡 她從小就在那邊長大這樣子 在二戰時期 她在那邊躲避戰爭 所以她特別特別喜歡溫莎 那 現在來看 人真的超級無敵的多啊 哈哈 那我們就 看看外觀 今天就不進去了 OK 那我們去旁邊看一下 走 這就是西敏寺啊 它是一個 兩座的 大叫塔 雙塔式的 那 我們這一次呢 來倫敦呢 真的是 但是 你要說 運氣好還是運氣不好 運氣不好 不錯吧 天氣上來說的話 運氣算還不錯 但是 很多的景點呢 因為 女王剛走 所以來的人 特別特別的多 那 為了不耽誤行程 不耽誤時間的話 有些地方城 真的是 沒辦法 沒辦法進去 跟他們排兩三個小時的 對 對 所以說 比較可惜啊 這次就不會看到內部了 我們就外觀看一下 好 每個地方也都有走到 再來只能這樣子 去跟大家簡單的去 介紹一下這一次的 倫敦行程 好不好 OK 那我們現在要去西敏宮 走 我們現在旁邊呢 就是 西敏宮啦 西敏宮 離西敏市 就是 一條馬路 對 左右邊這樣子 那 西敏宮呢 應該很多人如果說 不管你有沒有來過英國 你都肯定聽過大笨宗 對不對 那大笨宗呢 它就是西敏宮的 呃 那 好多個主塔裡面最重要的一個 也是最大的一個 OK 那大笨宗呢 這個宗 它也是 整個英國 最大的一面宗 沒有更大的 它非常非常大一顆宗這樣子 OK 那 西敏宮到底是幹什麼用的呢 好 這個 它其實不是教堂 因為它看起來跟 我們在國外看到很多教堂的長類很像 對 那麼 它的名字裡也有宮 但是呢 它也不是什麼皇宮 它也不是宮殿 對 它是 作為 英國的 國會使用 OK 它是最主要議會 對對對 所以 那 這也是為什麼呢 每一任的國王 或女王 他們都會在西敏寺裡面加冕 因為就在國會對面 等於說它在 人民的見證下 怎麼樣的 這樣子 去做加冕的動作 OK 那這就是國會 大家看一下 好 我們看完了西敏宮以後呢 旁邊這條就是太悟寺河啦 也是英國最 倫敦最著名的河了嘛 對不對 好 我們等一下就要去太悟寺河遊船 出發 OK OK 那我們現在呢 來太悟寺運河這邊呢 我們就要去搭船吧 OK 那搭船的話呢 大家來到這邊呢 有 算兩種選擇 像我們呢 有買這個 Ostercar 也就是 倫敦版的悠遊卡 OK 那這個Ostercar呢 它就可以讓你去搭船 但是呢 你只能搭一種 叫做River Bus 就是河上巴士的這種選項 那River Bus的缺點就是說 它沒有那種戶外的 就是讓你可以 比較好拍照啊 或怎麼樣 它只有 只有就是室內的 它是完全封閉的這樣子 對 那但是 它的價格呢 就比較便宜 會大概便宜一個 可能五磅左右吧 所以我們就決定用 Ostercar 打River Bus OK 走囉 準備上船啦 走囉 OK 那 它這種水上巴士呢 有一小區戶外區 在船屁股那邊 所以我們就決定坐在這裡啦 這樣可以多拍照 那我去裡面 帶大家看看裡面長什麼樣子 船艙裡面呢 就跟一般交通船很類似 其實還蠻乾淨的 對 然後這邊有一個小吧台 可以買一些吃吃喝喝的 然後 船艙內呢 是有暖氣的 所以如果 大家是冬天來的話 覺得太冷 那就坐船艙內吧 呵呵 這就是著名的倫敦鐵橋啦 這就是著名的倫敦鐵橋啦 OK 那我們後面呢 就是倫敦塔橋啦 也就是所謂的倫敦鐵橋 很多人會把倫敦塔橋跟倫敦橋搞混 其實不一樣 倫敦橋是另外一座 是那邊 那一座 比較 沒什麼的 比較一般的那一座橋 那叫倫敦橋 就是如果你在地圖上看到說 你要去倫敦橋站啊 或什麼的 就是那一座 對 那後面這個呢 它叫做塔橋 對 倫敦塔橋 OK 因為呢 它旁邊這邊呢 這個就是倫敦塔 它也是一個城堡 感覺不像塔 正向城堡 對 它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城堡 其實蠻大的 對 它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跟塔有關 它叫倫敦塔 OK 好 好啦 那這一集呢 我們等於是一口氣呢 把整個倫敦市區 最重要的幾個景點呢 都一次的跑片呢 也帶給大家一起看 好 那我們明天呢 就要去住你的大英博物館啦 所以呢 我們就這集影片就先到這裡囉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然後開啟小鈴鐺 才可以跟著我們繼續冒險喔 好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請看 再按讚 再按讚 再按讚